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经在物色新的演唱会地点 不如 的确 在南十四船队中 也有着类似的说法 但并没有提及乐园 反而说那里难以探查 这么一想 天水一线之外的神秘海域 似乎能提供作诗的绝佳灵感 你们说了这么多 为什么不先来问问伟大的占星术士呢 即便是未曾去过的地方 我的水沾盘也能 等等我呀 你们见过吗 一个叫风缘万叶的人 他早些时候 被天领凤行的人叫早了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谈 野兽令废除后 我就不能堂堂正正地逮捕他了 不过这样一来 也就意味着 马上就要有精彩的事件发生了 就非要动武吗 天 雪恒 雪雪 可我看你我 初次接触刀兵的瞬间 我仿佛被奉入了一个神秘的空间 是完全陌生的地方 诸位家臣 这正是本皇里追寻已久的祝圣乐园 就在这里 见证阴火终结的降临 红玉漆黑的我 会将诸位带向梦魂的门飞 哦对 感谢皇女 带我们来到如此神圣之地 衷心感谢您提出这次旅行 皇女殿下 真是的 为什么本天才占星术室 也要为佛参加国家家游戏啊 梅集四主子行 您实在不好意思吗 不要再喊那个奇怪的名字啊 梅 什么梅 非常好 非常好 飞仙儿 我忍你很久了 你怎么不演啊 你怎么不演啊 可没 你怎么不演啊 我谢谢了 你怎么不演啊 你怎么不演啊 我演唱的 我会不演啊 你怎么不演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非常高兴能跟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为大家介绍新版本的内容 不过这一次的节目好像跟以往的有点不同 节目组说他们专门给我们设计了一张游戏中没有的特别的地图 要请我们在探索中一点一点的解开新版本的灭纱 好耶 好耶 是大冒险 是大冒险 好耶 大冒险 然后然后 来自导播老师的特别提示 探索途中还有可能会解锁神秘的彩蛋和嘉宾 那么我们就出发吧 出发 啊 来出发 这里是 怎么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那看起来 这里应该就是和万叶有关了 哦 是新剧情 啊 游戏内的时机是这样的 和我想象的还挺符合的 那把诡异的刀 还挡在了万叶的面前 看上去确实感觉有点残破的 而且它的刀身周围 好像还有股邪气 一心传后几者 风源万叶 请多指教 哦 这里是拿着这把刀 决斗的那场 我录的时候就觉得 万叶这么专门 并且郑重地抱上名号 应该是一次对万叶来说 有着特殊意义的比试 其实我觉得像万叶这样 一向非常淡薄的性格 这么认真地挥刀比试 我当时也是比较好奇的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对手 哎呀 好期待游戏内的表现 录完和亲自在游戏里 游玩的体验还是挺不一样的 两分新鲜了 哦 这就是断刀那里了吧 体验过之前对剧情的伙伴们 应该都知道 万叶的家族是断刀世家 属于雷电武传之一的流派 不得不说 认真起来断刀的万叶很帅气啊 认真的人是最帅的 手上那把锤子 还附磨了风元素 和周围紫色的力量 对比还挺明显的 加上他的表情这么认真 这件事确实对他来说 是非常在乎的重要事件了 不过呢 相信有旅行者和他一起的话 一定会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吧 好了 看来呢 以上就是关于 万叶传说任务的部分了 大家应该也意识到了 在新版本中 将会开启 风元万叶的传说任务 风红之章第一幕 期待在新的故事中 继续我们和万叶的这段缘分 我也很期待 好的 那我们接着前进吧 虽然看到了一些新故事的线索 不过这里还有更多的谜团 没有解开的样子 哦 好像触发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件 晚上好呀 大家好 我是录影院屏障的配音演员林景 欢迎了录 那在这里呢 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林景老师的网名叫 繁花陆林景 所以呢 我们平时一般都叫他录录 嗯 不过此录非录 林景只是陆野院屏障的配音演员 大家要记住哦 嗯 没错的 那关于名字呢 听说关于奉行所牢狱的罪犯们来讲 陆野院屏障这个名字带来的威慑力 可能要比雷电将军还要恐怖 那在到期呢 好像也有很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 陆路不妨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好呀 在奉行所的大牢里 的确关押着不少被屏藏抓起来的犯罪高手 可以说屏藏是位不折不扣的天才侦探 而作为侦探 屏藏的愿望是让他的名声响彻到期 虽说这个愿望看起来有点追名逐利 但其实是基于他对犯罪的看法产生的 嗯 那是不是为了起威慑作用让犯人因为害怕他而不敢犯罪啊 你好聪明 虽然屏藏他虽然屏藏太安的能力特别强 但是很多时候啊 当侦探出手就已经是不幸发生之后了 那些由于犯罪而产生的伤害并不都是可以弥补的 所以在屏藏看来 如果能让人在犯罪之前就已经因为害怕被他抓到而退缩 那么才能够突破侦探这个职业 在面对犯罪时的无力感 成为他自己心目中真正的侦探的样子 嗯 那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那屏藏虽然看上去很年轻 但是也是有着一个宏伟又明确的目标的一个少年啊 那听说屏藏也因为想要更接近那些犯人和犯罪本身 一直拒绝升职 而是作为童心坚持留在办案的第一线 是这样的吗 特别像新闻记者 是 屏藏的远房表姐 我们可能有些玩家也注意到过 就是名声大赦的那位叫做鹿野奶奶的巫女 哦 果然啊 嗯 然后她还想替这位为打击犯罪事业 做出了无数贡献的表弟 表弟 打抱不平呢 嗯 不过呢 我觉得不管是老姐还是曾经和屏藏有过合作 最后理念不同 分到杨彪的珊瑚 恐怕都无法完全理解屏藏的理念吧 毕竟 嗯 天才所走的道路 通常都是 误独的 哦 哈哈哈 呀 这个别别这么说嘛 那看屏藏平时也是一副积极很热情的样子 你看这个万叶和屏藏那不就是狠和带来的朋友吗 那倒是 万叶对自然有着超强的感知力帮了屏藏不少忙 嗯 而屏藏对数物的直觉也是非常敏锐的 这个可能就是两位风系少年之间的默契吧 嗯 对啊 而且你看不仅是万叶 就是我好像听说天岭凤行的九条沙罗也非常看好屏藏 嗯 沙罗呢 虽然的确是很认可屏藏武斗和破案的能力 但是对于屏藏平日里不守规矩自有散漫的作风 经常严厉批评 毕竟屏藏形式有他自己的一套 你说 嗯 既不上班打卡 又不参与日常事务 还总是一脸笑嘻嘻的模样出现在各处犯罪现场 遇上沙罗这样一本正经的上死的上死的上死 当想也头疼哈 是是挺头疼的 但是连沙罗都非常认可屏藏的战斗能力 这么厉害的功夫我倒是非常想要见识见识 你这个Q的很好 我也特别想见识 那话都说到这儿了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屏藏的战斗表现吧 好的 嗯 嗯 我好像玩当的最暗的味道 哎呀 这个万万没想到啊 屏藏使用的是法器 更没想到的是一个法师的攻击居然是近战格斗技 而且还打得兼具力度和飘逸感 你这个 听出来很努力 很努力在描述你的震惊 我其实看到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的惊喜 就是这些技术好像都是屏藏跟着自己的武斗家老爹学来的 不过呢 屏藏又有点叛逆 作为头脑派 并不是很想用武力 毕竟是侦探嘛 大家都是想要走脑力派的嘛 可以理解 对对对 在太安的时候呢 当然你也会遇到一些罪犯 他心存侥幸 企图用暴力来对抗 所以每当遇到这种不得不使用武力的时刻 屏藏就会变得有些不开心 但他依然会以矫健灵敏的伸手 痛击场上的敌人 你用非常平静的语气说出来非常不得了的话 那那个屏藏除了普攻和重击这一套 就连平常使用这个元素技能的时候 他都是使用的是拳脚功夫 那看来这些罪犯应该要祈祷 不要遇到不开心时候的屏藏了 不然估计会被不开心的屏藏揍得不轻呢 嗯 这里我要认真跟大家介绍一下 屏藏使用元素战技的时候 还可以长按蓄力 获得特殊的增益效果 变革 叠加到一定层数后 还会进一步提升这套拳法的伤害和影响范围 给予那些不长眼的罪犯们更为沉重的打击 哎呦 那你看这个特性就特别像是 呃 屏藏在蓄力的时候 然后心里在估算着对方 这个敌人惹恼自己的程度 那屏藏越不开心 蓄力越久 最后打出去的拳法就越狠 嗯 为了让不听话的罪犯们乖乖投降 改过自信 就让他们输下这一拳吧 哦 突然热血起来了呢 哈哈哈哈 除此之外呢 面对四散逃窜的敌人 屏藏还会毫不客气地使用飓风醋 凌空一脚向敌人踢出 不动流真空弹 别小看这脚远射的威力 除了命中时会炸裂产生大范围风元素AOE 还会产生风穴 牵引附近的敌人与物体 而且 在命中处于水火冰雷这四种元素附着下的敌人时 在短暂延迟后 还将再次爆发 产生对应的元素伤害 这个延迟一击的设定感觉非常有意思 那看这个我们刚才看的PV动画 这个屏藏的脚法也非常犀利 所以呢我们平常感觉 这个屏藏大家应该就很过瘾看起来 对 其实我一开始遇到屏藏的时候 我看到的资料也不是很全你知道吗 直到我后来看到完整的这个大家的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有被惊喜到 又硬朗又灵巧 当然不仅如此 为了赶得上瞬息万变的犯罪现场 屏藏的冲劲也是很足的 所以在他的带领下 队伍中自己的角色冲刺时 体力消耗也会降低 哦 那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屏藏入队了 那就正式介绍一下 论院屏藏将出现在2.8版本的第一期活动祈愿 并且在这一期获得概率将会上升 喜欢屏藏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哦 与此同时呢 万叶 可丽以及萧公这三位伙伴也都会在新版本的活动祈愿中再次登场 嗯 估计呢也 嗯 那估计也有不少玩家非常期待着让这些老朋友也进入到自己的队伍呢 除此之外 屏藏的邀约事件也要来了 如果对屏藏的探案工作感兴趣 不妨来跟屏藏一起侦破案件找出真相 希望大家能够和小侦探一起享受破案的乐趣 好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照万叶的这位侦探朋友 嗯 嗯 好的 好的 告别了露露就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样的新队友呢 哦 是雅兮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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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刚刚 为什么 就是 就是我看到万叶的同时 她砰当一声就过来了 好好好 好 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个地方 你觉不觉得跟新雁给我们的感觉很像啊 就是一种很热血 很摇滚的氛围 你笑啥 好 是 是有一点摇滚的氛围 那你细说说 哦 是个细说嘛 你看啊 这边有一个看上去就很炽热的花 是吧 那边还有一个像机关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跟新雁那把琴的外形很接近 嗯 是不是 哦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有同样的感觉 那我觉得这里应该就是跟新雁有一点联系了 说不定海岛地区还隐藏着更多 跟我们度假小队的成员有关联的场所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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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激动了啊 要不然我们一起往前探索看看 会不会遇到其他的人 啊 所以我们已经是度假小队了吗 这么快吧 怎么会成功 哦 那 好的 好的 这种新奇的秘境我也是很有探索遗忘的嘛 嗯 你看 这个机关它可以互相交互哎 跟新雁有关联的话 不然我们先演奏一下试试 好 封场哎 呃 这里好像还有挑战机关 好像是 呃 我发现好像出发这个机关的风场腾空之后 再下落攻击 它的伤害很高哎 嗯 是不是我们露看了什么神奇的Buff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这座机关的特点吧 看起来好像是正确演奏这把琴的话 应该就可以获得Buff更快地击败敌人了 好像听起来是这样 这旁边还有一朵 很像喇叭的花 感觉也是一种 可以互相交互的东西 我看看 好像是的 发射音波 可以击碎敌人的盾 看起来好爽的样子 好 我们用音律来推敌 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感觉很新鲜 没错 就是很摇滚 是的 这里看上去 就已经有一种 决战之地的氛围了 你看周围的环境 可能要用到 我们刚才看的那些机关 来挑战了 是不是 确实 对 你看 这么开阔的区域 一看就是 各种试炼啊 比武啊之类的 那个好地方 好 那你是不是要去打两下 可以 打得不错 打得不错 你这边还有奖励弹出来 看这个样子 应该是去商店 兑换奖励的道具吧 原来之后还可以 邀请分线尔入队 那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了 那看来我们的度假小队 即将有一位新的成员了 是的 这不是废话吗 他开局不就出来了吗 不 你看 那边前面有一艘船呢 应该就是新的开船竞速赛了 这个我就不太擅长了 不过这赛道上 好像多了一些能量球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哎呀 我们先收集几个 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这些能量球 好像可以用特殊的技能 去快速地收集到 嗯 好像是 好像吃了几个那个球之后 就可以使用冲刺剑了 哦 这冲刺还挺厉害的 甚至还可以撞破屏障 哎 那这样一看 可以用这个方法超进路了 冲冲冲 让我看看到底要花多久 可以到达终点 好冲 看起来海盗 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内容 那他们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或许我们另外两位 失散的伙伴 已经发现了他们呢 啊 你说的很有道理 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之后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还请大家继续关注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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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我是在明媚海岛地区 为各位观众朋友们 继续带来最新报道的前方记者婷婷 大家好 我是前方记者小马 好 那么现在在我们眼前的 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关卡 全新的 好像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需要联机的项目 哇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挑战 我想要那种 惊险刺激一点的 你要刺激一点的 那你的手速跟得上吗 那要不就先来试试这个 护航 这什么 好大的一颗 是 我还吗 是不是应该叫 法子更加合适一点 还挺好看的吧 是的 是还挺好看的 那既然叫护航 那我猜应该就是要保护他一路到终点喽 保护他 那就来吧 我们试试 好 走 走 走 哎呦 靠 怎么有烦人的秋秋人来捣乱了啊 烦死了烦死了 让我来搞定他们 看起来这里好像被挡住了 原来这个屏障是可以打碎的 好好好 交给我 我来 好好好 这个 这个法子的能量好像还会下降 下降了怎么办 这个 有一些这种亮晶晶的东西 好像是可以剪的 对对对 剪起来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给他恢复了一下 哦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啊 果然又可以继续前进了 好 好耶 哎 哎呦 哎呦 我靠 不小心掉到水里了 虽然 虽然是你落水也不是莫娜 但是画面上是莫娜 就很想吐槽 原来莫娜也没有落水的一点 哎真是尴尬呢 我想起来在海岛的故事里面 菲汐尔还要跟莫娜比赛游泳来着 哎怎么说 这个莫娜也是操纵 水元素的角色嘛 嗯 要是比不过菲汐尔 不是爷爷太没面子了 哦 对不对 啊 不过有一说一样 这两个人还真的是一对欢喜原家 虽然经常吵架 哎 不过我觉得 看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样子 啊 都还挺可爱的吧 是啊 想象一下 是的 如果能让这两位合作参加这个挑战 感觉 会为了谁 拖了对方的后腿 两个人 吵个不停 是的 是的 忙死我了 飞来飞去终于到终点了 啊 是吗 哎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嗯 哦 这个好像还有两个玩法 是叫 棋席和垂降 棋席和垂降 什么 什么 哦 哦 原来是棋席啊 哎 原来这个棋席就是要开船过去飞到平台上面作战 哦 是的 是的 不过也不是想飞就能飞的 哦 哦 是要停靠过所有的那个光标的位置才可以激活风场 激活风场 对 哦 最后这个垂降我估计是从最顶上一层一层往下跳吧 哦 那看来只有把上一个台子上的敌人都干掉下一个平台才会出现 是的 是的是的 哎 哎 这样跳跳跳也挺好玩的 是的是的 哦 不过 哎呀 不过真的 好高啊 我感觉我有点 我感觉有点头晕了 哎呦 刚才的活动太刺激了 果然跟大家一起联机还是很有趣的 是的是的是的 哦 回头等活动正式开放了 记得叫上我一起呀 那么 我们一起出发去下一个目的地看看吧 走 哦 走 哦 快快快看 这里有一个海螺哎 海螺 我记得好像在去年的海岛也见过那次的海螺 是的 是的是的 哎 那么这次的这个海螺 难道说也会给大家盖了一件新的衣装 新的衣装 哦 那我猜猜会是哪位伙伴的呢 难道说 难道说 哦 是菲谢尔吗 好啊 哇 好漂亮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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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前面的活动还可以邀请她入队 看来菲谢尔这次真的是非常活跃啊 是啊 甚至还给大家带来了免费的新衣装 是免费的新衣装 等活动开了 我立马就要去给小艾米收集海螺 哦 我也要 我也要 哎 等等 你你仔细听一下 嗯 这个海螺里 是不是还有回声 哦 是哎 估计是每一个海螺里面也都藏着不同的讯息啊 那把它们都收集齐之后 哎 是不是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啊 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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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夏日的海岛真是太美好了 又会举办有趣的活动 还能拿到奖励 哦 对 还有奖励 是想一直留在这里 而且我听说啊 这次的海岛跟上次旅行者和可力来的时候相比 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嗯 探索玩法也会和之前很不一样 哦 究竟怎么不一样呢 嗯 我们这次在旅行途中还能发现一些新鲜的小玩意儿呢 哇 真的好期待啊 哦 但是就算我们想留在这里 旅行者肯定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吧 是呀 嗯 既然留不住 倒不如好好放松放松 听着海岛舒缓的音乐 看看这里的美景 享受这里的生活 也很不错呀 哦 是啊 希望大家也能玩得开心 是的 让海岛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吧 是的呢 嗨 朋友们 好久不见 我是男旅行者空的喷演员 露音 我是女旅行者银的喷演员 燕宁 听说这里好像在举办什么探索活动 特别热闹 我们就疯疯活活地赶过来了 这种有趣的事情我们怎么能错过呀 其实 前面他们好像发现了很多就是好玩的东西 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内容 可以让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 有了有了 你看这不就来了 朋友们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再次我要郑重宣布一件事 迪鲁克的新衣装即将在商城中开启贩售 并且会在挑战活动残像暗战里 揭露相关的故事剧情 高马尾的迪鲁克 在我印象里面好像 这好像是第一件五星等级的衣装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俩一起好好看看 研究一下 这应该是专门为了穿上新衣装的迪鲁克 安排了一个试用关卡吗 被拿捏住了 果然 战斗士有新的特效咧 而且好像还有新的待机动作 真不错 等等 我好像发现了一个问题 迪鲁克老爷的神之眼好像不在衣服上 好像真是 难道说 他故意把神之眼放在了衣服下面 还是说 好像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不过关于这件衣装 应该还会有更多的活动剧情 那就留给大家到时候亲自去揭晓谜题吧 也是也是 不知道这次的新活动里 又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好像和我们之前玩过的那个 叫什么 幻影心流的那个活动有点像 对对对 就是设置了一些需要达成的目标 看上去这次的战斗也挺刺激的 残向威能 这个是 这里应该是解锁了什么特殊效果吧 好像就是达成那个最后一项目标之后 是吧 好像是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 送buff的那种挑战 就感觉打得特别的爽快还刺激 对对对对 就多了一点多了一点 我还能再打几个 挑战结束了 那我们也快来找找下一个新的内容吧 这个齿轮是代表了什么呢 齿轮 看上去好像还挺有趣的 和以前还有点不一样 让我来点一下这个开始挑战 看看会发生什么 应该是要把这些零部件 安装到这本书上面去吧 就这种机械的感觉 我猜应该是疯单人的作品 你很懂吧 我来试试看 好像是让这些齿轮部件 能够拼在一起就行了吧 哦 转起来了 还蛮简单的吧 牛啊 牛啊 但是我猜后面的关卡 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我先来试一下 卡住了 你不会说话给他自己捐了 不好意思 这个好像还分上下两层的 有点复杂 啊 还有双层的齿轮啊 我搞不定了 你你你来 你来 你来 呃 呃 你来 你来 呃 那个 呃为了保持解谜小活动的 就是那个神秘感啊 就是说 我就不去给大家在现场给拼出来了 还是留给各位观众朋友们自己亲自体验了 好 好 等等 好好好 除了前面我们大家一起发现了这么多好玩的游戏内容 游戏外的联动活动也同样非常的丰富 那么就由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会公布的联动内容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毕胜客和元神将在八月开启 毕胜邀约风起之旅连的活动 这次呢 老花骑士优拉将会化身大厨烹饪美味的披萨 而飞行冠军安博则会把热情和美味传递给旅行者们 邀请大家共赴美食之旅 啊 这个我就可以用到 或者说可以吃到了 这不错了 对对对 优拉的手艺看起来真不错 光是看这个画面就感觉 有点饿起来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据说这次的联动披萨呢 是毕胜客从元神烤蘑菇披萨中获得灵感 加入和牛 为旅行者们特别奉上的 毕胜和牛烤蘑菇披萨 活动开始后 联动套餐将会上架全国两千多家毕胜客门店 同时还将有一百家毕胜客和元神主题门店 等待旅行者光临哦 哇 看起来好棒哎 让我也一起期待一下八月的毕胜邀约 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是我们的OST有更新啦 原神2.0回顾主题OST《珍珠之歌2》即将上线 专辑会包含三张分叠 共收录56首由HoYo Mix音乐团队为原神创作的原声音乐 这支专辑里也包含了很多玩家的回忆 就比如《魔神任务》中万叶挡道时的音乐就被收录在内哦 一心想起来了 今天的节目真的感觉还内容很多 而且好热闹 对的对的 就有这么多的伙伴一起加入进来 而且还藏着很多就是很惊喜的内容 对 感觉每次到了海岛啊 到了夏季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好像海岛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得很过瘾 反正我是觉得恨不得谁又一叫 垂音过去一叫醒来2.8算了 急了急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跟大家说再见啦 有关2.8版本详细信息 还请大家持续关注官方的公告 希望大家在游戏里也能享受美好的夏日 夏日 夏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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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你的故事 就等待日后相见时再来讲给我听吧 我相信 这一切都是命运 拜拜 我相信这个人 我相信这个人 我相信就以此 我们以为你靠位 我相信这个人